我今天帶大家去看一條被司機譽為最失敗的橋 就是現在我看到這條橋是一條環形的橋 為什麼設計師要設計成一個環形的橋呢? 拉古納加爾松橋是位於烏拉歸加爾松加爾松色湖的環狀橋樑 連接馬爾多納多省及羅克省兩省 由拉斐爾為諾利設計,由薩塞姆興建 大橋於2015年12月22日通車 每天可通行多達約一千兩車兩駕翅 這座橋以其獨特的圓形設計而聞名 許多人可能會疑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而不是見一條直橋 其實,圓形設計的目的在於減少交通擁倒和事故 設計師認為,這樣的設計可以讓車輛在進入彎道時自動減速 從而改善交通流量並增加安全性 此外,橋上環設有行人報道,讓遊客能夠欣賞周圍的美景 拉古立加爾松橋成為了當地的一個旅遊熱點 鼓勵人們放慢腳步,享受沿途的風景 這座橋的建設不僅解決了交通問題 還讓人們能夠更好地欣賞自然美景 好,我們來看看這張衛星地圖 這就是古立加爾松橋 如果沒有這條橋之前 如果要過對面,有什麼方法過? 要是繞大圈過,要是坐街道過 現在怎樣也好,建了這條橋之後 由這邊過後這邊,方便了很多 有車過去,或是走人走過去 人走人走過去都可以欣賞美景 那這條橋為何要建成環形呢? 留到大家談討 或者設計師喜歡建成這樣,美觀一點 剛才所說的視頻就說 由於想車輛進彎而減速 是否這樣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去看看這條路 看看這條橋真的很漂亮 設計師也是一個知名的設計師 設計師也頗有心思 聽說有了這條橋之後 為當地旅遊帶來河公的收入 真的不打得都看得 大家對這條橋有什麼意見呢? 覺得當地政府建這條橋值不值呢? 有沒有暖花納稅人的錢呢? 我個人認為,起碼 都可以為居民大律長遠的方便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就會被提供 我們推動了 其實5分鐘 是因為